。 哈喽,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我是杰主任 那么今天老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关于KBAT的这个系列的第四期了 然后当然今天老师也会跟大家分享其中一个 蛮 hot 在你的题目里面会认到的叫做关于好处与坏处 所以这个好处与坏处的话呢,那老师也会有一个系统 一个口诀来教大家,那我们今天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这一个口诀是什么吧,Let's go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如何准备这个高级思维题的 第四个就叫做我们的这一个后果 然后后果的话,同学们其实它有分成两种 然后第一种我们叫做可散 positive 的 好的后果,或者有时候还会问你可散 negative 的 OK,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在这一个 它问到你可散 positive 的话,它也可能会换成另外一个重点 然后它也可能讲这个可散 negative 重要性 给同学们其实可散 negative 很多同学都不知道 原来他们是来自于同一个,我们想东西也是一样想的 举例,我们讲可散 negative 叫 读书的重要性,读书的好处 我们叫做增加知识,那其实读书的重要性也叫做增加知识 所以同学们,你们看得到吗? 可散 negative 和可散 negative 是一样的东西来的 然后再来,可散 negative 其实是包括什么 可能我们也可以问成可不若干 对吗?或者可散不若,或者是可散 negative 这样子 所以,那么今天如果我们懂它问着我们的叫做可散的话 那么我们就老师跟大家分享我这一个小口诀 就叫做 S-E-M-M-I Semi 的这一个小口诀 S-E-M-M-I 那么这个口诀呢,S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 第一个,我们叫做 Sehat 这个东西会不会带来影响你的健康? 然后就要看KBAT的题目,问你什么东西 或者对你的安全有没有受到影响? 或者你的情绪就是你的心情 第二个叫 Emotion 你的心情 第三个,对你的时间有没有带来影响? 或者对你的,哦,这个老师打错 这个是我们的 Moral OK,我们的 Moral 对你的 Moral 有没有带来影响? 这样子,OK? 或者是它带来什么好的东西给你 在价值观方面 或者影响你的什么道德价值观 如果是从坏处的方面去思考 OK,然后I的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Umu 跟Image 它带给你什么知识? 或者影响到你的形象吗? 这个就是它,老师会经常教我的学生 用SEMMI的这一个小口诀 去思考关于后果的这一个题目 那么话不多说,我们再去看一下它的实战题目 OK,我们let's go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看它的第一个题目 它有讲到 Gabaikan menabong OK,所以 Gabaikan menabong kapa de re majo 所以,这个他问到的叫做什么东西呢? 这个东西他问到的叫做 好处 对吗? 他问的这个,等我说换演示一下 好处 Gabaikan 所以这个Gabaikan menabong OK,储蓄带来的好处是什么? OK,那我们可以尝试用这个去思考 那我需要你思考一下 今天如果你有储蓄的话 OK,那可能对哪一方面会有影响呢? 可能接触我会想到 对你的时间会有影响 什么时候储蓄变得很重要 你看到同学们 储蓄变得很重要 要当你发生一些 OK Mustle Kerche Masan的时候 对吗? 我们讲的这个 紧急时刻 对不对? 我们的紧急时刻 是不是可以帮到你 如果有储蓄的话 那这个就是对你的来讲是一个好处 那么第二个 嗯,我们可以找什么呢? Moral Maybe也可以哦 为什么讲Moral呢? 那同学你去思考一下 今天如果你要储蓄钱的话 也代表你要省钱 这样你要省钱 你是不是每次都会想过才来买 但想过才来买 它的道德价值观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写Rational Rational就是理智 所以它培养我们一个理智的消费 理智的行为 看到吗? 我们从Moral这个地方去思考 所以老实讲 其实这边的字 并不是一定是用在答案里面的 而这些口诀 对不对? 是启发你去想一些东西 然后再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因为他有讲到 储蓄 因为他讲到对青少年 但青少年 知识方面 存钱有什么好处? Maybe 你今天可以自己买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Alert Toolist 对不对? 你可以自己买自己要的东西 或者对你的学业有什么帮助 可能有存钱是比较容易升学 可是可以自己靠自己 这样 我们也可以写成 你可以靠自己的存钱去melanjut 跟 plajaran 对不对? 这样你可以靠自己去升学 这样 所以同学我们总结一下 其实有多少个point? 一个point 两个point 三个point 看到吗? 所以他能够帮助你想三到四个 最少三个 看到吗? 这就是我们KBAT 需要你最少想三个 所以用这个口诀可以帮到你想到三个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二题 第二题他问到的东西是 Kerpentingan 我们只是Kerpentingan 所以他讲Kerpentingan 什么呢? Kajiranam 木灵精神的重要性是什么呢? 在我们的村民之间 在我们当地居民 人与人之间有木灵精神 邻居跟邻居有很好的感情 会有什么好处? 他问大家有什么重要? 所以我们往重要性想也可以 往好处想也可以 可以吗? 那第一个 可能你可以讲到什么东西呢? OK? 可能老师我会想到今天 OK? Emosi是你的心情 或者感情方面 那感情会不会变好? 可以的 这样我们可以写 Mongerakan Hubungan 明白吗? 我们可以跟邻居之间拉近感情 如果有很好的这个木灵精神的话 感情会很好 然后第二个呢 OK? 可能我们讲到 同学们 如果今天我们有这一个木灵精神的话 那种族跟种族之间会有什么好处? 那个Moral叫什么? 团结的精神 明白吗? 他可以培养我们Mamupu OK? 我们讲Papaduan OK? 培养我们这一个团结的精神 OK? 那接下来我们再想一下 如果你认识不同种族的这一个邻居的话 我们会不会学到一些知识? 是可以的哦 那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Maybe? 我们可以学到他们的Buddhaya 对吗? 他们的Adat Rasan 他们的风俗 我们也可以学得到他们的风俗习惯 alright?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Image也是可以的 老师拉过来这边 Image 那你看哦 当人民的感情很好的话 外国人看到有什么好处? 对马来西亚的形象提升了 对不对? 我们可以讲 OK? Meningkatkan Image 当地的这个形象很好 因为大家都很有牧林精神嘛 我们就加了一个字 Sertumbad 当地的这一个 大家对那个地方的形象会很好 哇 这边的人非常的友善 大家很好感情 这样子 所以我们对这个Gampong 就有好的印象了 OK?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这边有多少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所以有时候他会想到三个 有时候他会想到四个 这样子 alright?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最后一题实战题 第三题 OK 第三题啊 我们看一下 刚才前面两个都是比较偏于Positive 所以同学们可能大概对Positive的有点印象了 那么老师今天在选择一题是比较偏向negative的 举例他问大家 Kesanburok Brokok 吸烟的坏处有什么 那可不可以用这个口诀去思考这个KBAT的题目 也是可以的 举例你看到他讲吸烟的坏处 让你想一下第一个 对健康有没有影响 肯定有嘛 对不对 那吸烟对健康有影响 我们就写 menjajaskan 我们的 kesehatan OK 对我们的健康受影响 OK 所以可能对你废 这样子 所以当然我们讲第二个 你的脾气 你的这个 你的心情会怎样 所以我们可以可能讲到 通常吸烟的人 他们的情绪有什么变化 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 对情绪有什么变化 大家可能情绪 这边我们就可以写 会menjaji 比较的暴躁 对吗 有时候我们吸烟的话 OK 你很败臭 那个人会比较比较很很很轻啊 我们广东话叫做好轻啊 所以这样子我们讲 menjaji parnas baran OK 英文叫做hot temple OK 这样子哈 然后当然再去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 啊 吸烟啊 对我们的时间可能啊 没有很大的一些关系 或者我们讲摸热有没有啊 可能也 没有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讲到啊 这个 image好像也是可以哦 吸烟可能会给人家留下一个不好的 印象 我们可能写menjagao kan OK menjagao kan image 羊 啊 不如或者我们讲 negative 也是行的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 总结一下到个 一 二 三 OK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老师教的第四次 第四个系列的那个 sorry 第四期的这一个KBAT的这个系列的video 所以那如果今天对待你有帮助的话 不妨帮老师点赞 关注并且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OK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吧 拜拜